大家好 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金 今天是加東時間2023年11月30號星期四 因為星期五的常規時事評論節目 會搬到新平臺《乾淨世界》上去 那今天作為給YouTube平臺上觀眾的一個過渡 所以星期四原定的這個會員網站的更新 停更一次 換在YouTube上來更新 今天想來聊一聊跳票的20屆三中權貴 11月27號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會 但是在會後新華社發的新聞稿裡面 並沒有提開三中全會的事 那也就表示按慣例於每年秋天召開的中央全會 今年很可能就不會有了 因為這個中央全會的會期 一般會在至少一個月前的政治局會議上宣布 那到11月份都還沒有宣布嗎 那也就是說在今年之內 2023年之內 第20屆三中全會極大可能會沒有 習慣上講是這樣 但是現在是非常時代嘛 咱們也不能排除有非常事件發生 其實中共也不是以前沒有在12月開過中央全會 甚至是中央擴大會議 比如中共在 1947年就有一次非常重要的12月會議 它就是一次中央擴大會議 是發生在1947年12月7日至24日 在陝北米之縣楊家溝召開的 所以在中共黨史上它又被稱之為楊家溝會議 那一年為什麼12月份開了這麼一次會呢 那是在國共內戰戰局已經發生逆轉的情況下 1947年 秋天之後中共在東北取得了軍事優勢 國民政府的軍隊 在向東北的幾個大城市收縮 另外劉鄧方面軍也挺進中原展開戰略反攻 因為當時戰爭是第一位的 戰爭形勢有變化 那圍繞著戰爭的一切政策都要跟著變 所以才會有 陝北中央 在楊家溝召開的這次12月會議 除了提出新的軍事原則 要由防禦轉入反攻之外 還要有 經濟政策相搭配 主要就是在共產黨佔領區 開展所謂的土地革命 從這個抗戰期間和國共內戰早期 和地主合作的政策 又改了 又回到打土耗分田地了 目的是為了激勵農民參軍 迅速擴大軍隊規模 縮小和國民政府軍之間的人數差距 盡快奪取全國的政權 是基於這麼一個目的 開了12月會議 但是畢竟現在普遍的分析是 2023年之內中共不會再開中央全會了 那麼我這裡呢 也姑且從這個習慣的結論出發 只是留那麼一點點尾巴 為重大突發事件留一點空間 主要還是從這個習慣性的結論出發 咱們來分析一下 三中全會跳票 它意味著什麼 先說積極的方面嘛 大家都喜歡聽好話 那我目前唯一能夠想到的 它代表的好消息就是 意味著對台灣關係的表述 不會有新的內容 而是延續中共二十大報告裡面所說的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 推進祖國和平統一 這個原則 台灣那邊呢 是剛剛發生了藍白破 就是民眾黨的柯文哲和國民黨的侯友宜 兩者的聯合並沒有發生 其實這兩邊除了反律 都想把民進黨下架之外 沒有什麼深層共識 以至於在民調結果非常接近 說不清楚的時候這兩個人就掐上了 就為了侯友宜和柯文哲到底誰該做 聯合以後的總統候選人 誰做副總統候選人就爭執不下 也就是為誰當主角這個事起了衝突 最後呢雙方各不妥協退讓 也就只好一拍兩散 雙方各自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搭配 那這個藍白破以後 郭台銘也退選了 算是為國民黨止了一點損 但是民進黨的賴清德和蕭美琴 他們倆聯合的優勢 經過這麼一鬧 藍白破以後就更加明顯了 台灣立法院的選舉 趨勢咱們先不說 但是民進黨 連任總統和副總統的機會 確實是由於藍白破 大大提高了 那在這種情況下 北京不召開慣例的三中全會 對 台政策也不會有新的表述 那也就是意味著 基本上接受了民進黨更長期執政這個結果 所以 台海在未來的一段時間 局勢還算穩定 對很多關心台灣的朋友來講 心情可以稍微放鬆一些 或者說 不叫中共這邊 接受民進黨長期執政 而是習近平心中有更加緊急優先的事情 他暫時顧不過來台灣 所以在這個月 舊金山的 中美峰會拜協會上 雙方達成了一個共識 軍事上恢復溝通機制 也就是說呢 習近平這邊也認了 給台海局勢 降一段時間的溫 那這算是三中全會跳票 背後的好消息 那剩下的 就都是不好的消息了 因為歷屆中共三中全會 議事日程都是關注經濟政策 那今年的跳票沒開會呢 也就意味著 習近平要在經濟政策上 醞釀更大的變化 其實大家回頭想想 今年以來 習近平真的抓經濟很用心啊 他採取了很多 意想天開的視點 不管你怎麼評價他吧 但是一尊確實 他很積極的在行動 這時候他很傷心 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信號 今天特別得提一下 就是成立於2021年的北京證券交易所 在經歷了兩年的要死不活之後 最近像突然被打進一針馬費一樣 一下精神起來了 突然間就活躍起來了 路透社的消息是 北京證交所最近採取了一些新的措施 簡單的總結呢 就是寬進 延出 甚至許進不許出 為在這兒的上市公司裡面 持有股份超過5%的那些大股東 為他們出售股份 設置了障礙 設置了額外的申報要求 由於採取了這樣的措施嘛 這就導致 過去兩年 像丘斯瓜一樣 尼爾布拉基的北京證交所 這個月的指數 居然暴漲了46% 大家想想北交所是個啥 它其實就是一尊在資本市場的 雄灣新區嘛 是一塊重要的試驗田 那北交所的指數暴漲 那很顯然就是主管官員在 為上級準備亮眼的數據 是要作為成績報告給習近平的 是要證明 皇上盛名 你一出手就力挽狂瀾 震衰起壁 是要編這麼一個成績出來 那就是要為採取更大的動作 做準備了 這個北交所的指數突然暴漲 在我看來非常像2023版的 《順天時報》 那《順天時報》就是關乎 袁世凱的一個典故 話說袁世凱、袁大總統 在稱帝之前一直很籌疚猶豫 就不知道一旦跨出去這一步 這社會會對自己是怎麼個看法 你一旦稱帝 那是沒有退路的 於是他的大公子袁克定 為了堅定老爹的決心 當然也是為了坐穩自己這個 東宮太子之位 就為他老爹 來了一個精確頭位 提供定制化的信息 當然這個定制化信息 是絕不能讓他老爹知道的 這個《順天府》呢 相當於今天所說的北京都會區 也相當於兩漢時代的 金兆隱霞區 它是明清兩朝在北京這個地方 設的一個府制 這個《順天時報》呢 就是民國初年 在《順天府》這個地方 影響力最大的一份日報 連袁世凱都是每天必看的 是他了解北京民情的渠道 於是袁大公子就為他爹特製了一份《順天時報》 就套用了人家那個《順天時報》的報頭 當天的社會新聞 廣告啊 一應俱全 這些版面都在 就是把政治新聞和政治評論 全都給換了 換成了各界擁戴大總統稱帝 這個希望大總統早日登上大堡 《四萬萬人翹首如判日月》 就這類的馬屁文章 把這個正論版面給塞滿了 就看得袁世凱高興的 Beatty Power都冒出來了 當然還不只是提供定制化的假消息 袁克定針對他爹展開了全方位的認知作戰 既有線上的也有線下的 他組織了很多擁戴大總統稱帝的集會遊行 就搞得袁世凱 覺得再推脫實在都不好意思 全國人民都不答應那種感覺 於是老袁在1915年底宣布恢復帝制 就踏出了這一步 掉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 其實你看袁世凱一生 他在中國近代史上做了許許多多的好事 在許許多多的歷史時刻 他是站在了正確的一邊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比如朝鮮那邊的假深政變 庚子之亂當中參與東南互保 支持清末的憲政改革 以及在辛亥革命之後促成南北合議 促成清朝的和平謝幕 還有興辦近代教育和近代工業 他其實做了許許多多好事 一樁樁一件件都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是就是做錯了復辟帝制這一件事情 一百年之內都沒有人會念到它的好處 從中華民國政府到中共政府都把它作為什麼切國大道來批判 老元要翻案的話 得等到中國真正憲政民主了 還得等這個根基已經穩定了 人們可以不帶立場去回顧歷史的時候 才會把它做出的這些好事 成心回憶起來 所以是一師族成千古恨 袁世凱的人生也非常令人惋惜 那咱們拉回來還是說習近平 這個月 北京證交所的指數離奇暴漲 就讓我想起了 袁大公子為他爹特製的那份順天時報 4萬萬人翹首判大總統早登大堡 這樣的馬屁文章 那除了這個北京證交所之外 習近平今年還有一些離奇的試點 比如辦社區大食堂 退林還耕水稻上山 以及農村供銷合作社近幾年的快速擴張 那這些試點當中呢 有一些是不了了之了 有一些 比如這個農村供銷合作社什麼的 也許能夠從刁鑽的角度 編出一些成績來 總之習近平確實是在疫情封控結束以後 在一門心思抓經濟 他沒有閒著 只不過是以他自己的方式 那這些試點呢 就是在為更大的改變做鋪墊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 今年本來應該談 經濟的三中全會跳票 其實在我看來是一大不祥之兆 那背後呢 很可能真的是在憋什麼大招 那麼當前 最危機迫切的領域有三個 就是房地產 地方政府債務和失業 如果要憋出什麼大的改變呢 我想也應該會針對這幾個領域 至於政策的端倪啊 我們在之前一些期的節目當中已經談到了 針對房地產 大方向基本上確定 就是要對房地產市場 做結構性的調整 從住宅商品化這個大的前進方向上 扭轉過來大幅倒車 增加租和售這兩種保障性住房的供給 針對 城市低新階層啊 就讓他們去住保障性住房 財力比較雄厚的市民呢 就去買商品房 把這個 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分開 實施住房的雙軌制 模仿新加坡模式 但實際上很難學得像啊 這個之前講過 地方債務危機 今年最緊迫要做的就是 發新債還舊債 不讓地方政府在今年之內 出現實質性的債務違約 至於長期的來講呢 很可能只能通過印鈔通脹的方式來解決 至於失業這個問題 就更加複雜了 解決起來也更難 今天這一集放不下 關於失業問題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詳細聊 肯定會不止一次聊到的 另外多說一句啊 關於這個 住房重徽雙軌制的國務院14號文件 我們已經有兩集節目當中談到了 但有一個關鍵問題還沒有觸及到 就是 政府到底 想要投放多少用於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呢 因為數量是極其關鍵的 習近平反覆講供給策改革 你這個供給數量的變化 最終會影響到市場價格嘛 所以你到底投放多少套 這樣的房子 是非常關鍵的 我看到國內有財經自媒體人說 是5年之內投放600萬套 一年120萬套 一年120萬套保障性住房 代表著什麼 我們接下來會說 可是呢 這個神秘的國務院14號文件全貌 到今天我都沒有查到 都是各路江湖傳聞在引用它 這個文件本身它是肯定存在的 只是細節現在還不清 至於這個600萬套的數字 我查到它的源頭 其實是出自於十四五規劃 原文說的是 十四五期間在40個重點城市計劃 新增保障性租賃住房 650萬套 或者650萬間 這裡還說的不是用於出售的那種保障性住房 那我作為一個自媒體了解信息的渠道有限 有可能資料掌握不全 也有可能有誤 如果有錯誤的話 請朋友們在留言中更正 也就是說這個雙軌制 要把現在的這個住房市場 怎麼個分法 哪些走這個軌道 哪些走另一個軌道 其實詳情現在還沒有 現在只是在憋招 那個具體的招還沒出呢 那咱們就說 就算五年投放600萬套 用於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會是什麼後果 那有的朋友一聽 中國這麼大 五年600萬套 一年120萬套 不多嗎 可是你知道過去幾年 中國每年 成交的房子有多少套嗎 前兩個星期 我是打算查這個數字來著 就是中國 近兩年 新建住宅商品房 加二手房 平均每年賣出去多少套 就是賣出去多少個住宅單位 不是賣出去多少平方米 但就這個數字 我就沒有查到 它都是不公開的 最接近的一個數字呢 我是看到知乎上有一篇文章說 過去10年 中國平均每年 大約成交房屋1300萬套 那是從10年這麼長的時間來看 疫情開始以後的這三年 那肯定交易量是大幅度下跌的 今年房地產銷售的數字 官方承認 1至10月份 比去年同比下跌了 7.8% 我們假定 最近這一兩年 每年成交房屋1000萬套 那你現在一年多投入120萬套的 低價保障性住房 那等於把供給 增加了12%起跳 那在成交量已經處於中風偏瘫的 這個市場環境當中 你一下子塞進來這麼大一坨供給 那不把房價 一下幹到崩才叫怪呢 但是也沒有辦法嘛 一尊在使勁憋著 咱們就只能最後等著 來看他能夠憋出什麼個 憋出什麼個雷 憋出個什麼響雷 有分析說呢 習近平也在醞釀重大的人事變化 那關於人事這方面的預測呢 我認為也是成立的 因為中央全會跳票這麼一大事 它肯定不會是單一目的的 既然破了例 那就把想辦的事都湊到一塊辦了 下次開會的時候再說下不為例啊 你總不能想起一出跳回票 下回再出個事你再跳回票 那整個體制就亂套了 從11月27號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 新華社發的文稿來看 說是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事工作條例 那這就等於是明確和加強了 黨務體系對外交的直接領導 就削弱了國務院這個體系 對外交部的領導 這個事兒呢是可以看作是秦剛事件的延續 習近平非常有可能不僅想動秦剛一個人 他就想連同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還有委員會辦公室 整個體系一起動 關於這個人事變化 還有一種衍生的劇情發展 我認為也是相當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大禦方興 整人的事兒啊抓人的事兒啊 開了個頭 遠遠還沒有倒頭呢 要整治的人 不只是秦剛李尚服火箭軍前高層 這麼些人 這個案子呢還沒完結 不停的挖呀挖嘛 這個問題就越挖越大 牽扯到的人就越來越多 那就很可能 現任的第20屆中央委員會裡面 有多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都涉及到了問題 他們現在都還在 接受調查接受問話呢 事情還沒說清楚呢 那當然這個中央全會就不能夠馬上開 就得推遲 第20屆中央委員會很可能是會發生 更大規模的人事洗牌的 人數都會有變化 既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減少 這種事情在中共黨史上也是經常發生的 比如中共第8次全國代表大會 所產生的那一屆中央委員會 一中全會的時候全家府有中央委員97人 後補中央委員70人 可是那一屆中央之後的第1次全會 你就會發現委員的人數在不停的變 1959年的中共8屆8中全會 是做出了撤銷 彭德懷、黃克誠、張明天和周小舟 他們職務的決定 而那一次與會的中央委員 只有75人 比起97人就少了一大截 另外有後補中央委員74人 1961年是第8屆九中全會 出席的中央委員有83人 後補中央委員87人 現在回頭查 從1958年大躍進開始 那一屆中央委員會開會 委員們就沒有滿員到齊過 連接近滿員的時候都沒有 而後補中央委員這個名單呢 卻在不斷的加長 那也就是說 毛澤東是在不停的拿中央委員洗牌 搓過來又流過去 這麼個洗法又那麼個洗法 這個大躍進 怎麼個躍進法 因為這個目標在毛澤東那兒 就不停的在變 所以 中央委員會裡面的波動也就比較大 毛主席出來一個想法 就有支持的有反對的 有嘴上不敢反對 但是在消極抵制的 有跟隨他的人 也有今天跟隨 明天又跟不上的 有執行得利的 有執行不得利的 還有忠誠的太過頭 是幫了倒忙的豬隊友 所以這個運動一起來 高層就要不停的折騰 共產黨是一貫如此 內外環境波動越大 折騰的力度也就越大 越頻繁越激烈 那今年是多時之秋 三中全會跳票 也就預示著歷史的輪迴 很大可能要回到1958年以後的那個節奏去了 這個中央全會既有可能拖很長時間不開 也有可能異常頻繁的開 提了上面那些可能性之外 還有一種可能性專門要談到 從情感上來講 可能是一些朋友不太愛聽的 既然咱們是在黑箱外猜測嘛 那麼我能夠想到的可能性 還是都需要顧及到 那就是中共議事日程被打亂 也有可能是在逼近這個日程末尾的時候 發生了突發事件 是意料之外的事 但是當局很不願意對外宣布 所以在這裏就一再提醒大家注意 從今年秋天開始 中國出現的又一波疫情的進展 10月份這輪疫情的開頭 是以支援體肺炎這種形式表現出來的 在臺灣稱之為梅漿菌肺炎 兒童是主要病患人群 但是現在 他已經混合了多種呼吸道疾病 在向中國南方蔓延 天津市當局在10月底曾經承認 高峰時刻一天有11000人就診 現在已知是深圳的兒童醫院爆滿了 浙江紹興的魯遜小學有多名師生感染 以至於11月下旬的時候 他要停課4天到11月28號 東莞萬江第一小學 則是從11月28號開始停課4天 就比較抱歉 由於國際媒體和國內媒體 都不允許 刊登這個疫情的詳情 所以我們這些海外自媒體人的消息來源 主要就是零散的社交媒體的曝光 還有當地網友的爆料 還有個別海外媒體 針對國內個別地區的採訪 那看來呢 這波疫情目前體現的趨勢 是在由北向南傳播 如果這個趨勢延續的話 香港應該不久之後會有病例報告 由於中國現在和 公共衛生制度健全的西方國家的人員聯繫 少了很多 那麼歐美國家的病例即使有 也會延遲很長時間才出現 當然誰都希望這波疫情能夠平安過去 如果有這方面的消息呢 我會在這裏告訴大家 但是在這裏還是提請大家 多為注意 也請關注文昭堂古論金這個頻道 希望大家平安保重 那今天這個話題就聊到這 星期五的時事節目會放在乾淨世界平台上 但是也會在YouTube平台 發節選 和視頻鏈接 那麼今天咱們就聊到這 YouTube上咱們下次再見 就是下個星期一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謝謝各位